台长跟大家讲一个笑话 一个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啊 说有一位记者看见一位 看上去像一个老大爷这么样的人 走路呢 哎呀蹦蹦蹦蹦跳得非常快 他很感到奇怪 他就拿着话筒上去问 大爷你的腿脚这么灵活 精力这么旺盛 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你能说一下吗 提早贪黑熬夜 一日三餐不准时 这个记者一听懵了 大爷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我是列车员 那个大爷 我想请问你 你今年几岁了 这个看似大爷的人 深深的吸的口烟 面向天空的说 嗯快三十岁了 鼓掌 人不珍惜身体就会失去身体的健康 人不珍惜家庭 你就会失去家庭 人不珍惜孩子 你就会失去孩子 人如果不珍惜佛法和自己的慧命 你就会失去佛法和你的宝贵的慧命 懂得顺境来的时候要珍惜 逆境来的时候要懂得定心啊 台长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对夫妻吵架 男的吵不赢女的 直接就躺在地板上 女的就问 喂 你躺在地板上干嘛 男的说 死了 死了 女的说 你死了怎么还睁着眼睛啊 男的说 死不瞑目 女的又问 死不瞑目 怎么还有呼吸啊 男的说 我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 做人要懂得直服 就像直树一样 我们今天有福气的人 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福气 叫直服 我们不能拼命地把福气用完 不断地积福积德 你才能不断地有福气 彻底地了解这个世界 你才能彻底懂得人间应该怎么生活 像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博了 就要懂得诸恶莫作 种善奉行 好好的把昨天的过去忘记 看到当下 今天种的因 未来一定有果报 今天好好的学菩萨 你未来就是天上的果味啊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念经 让自己的心在人间就有净土 让自己的心在人间就有佛的道场 让我们天天活在人间 不痛苦天天活在法喜当中 这才是叫活在人间天堂啊 谢谢大家